爱情25名警察遭武装分子杀害 36名兄弟会成员在解压途中死亡 而前年被推翻的前独裁总统穆巴拉克 可能在本周出狱 爱情恐怕更加动荡 印度火车以100公里时速撞上穿越轨道的朝圣者 导致37人身亡 而印度铁路车厢内外总是挤满人 系统老旧 票价超低 年亏损45亿美元 大陆东北连续两星期降下暴雨 造成数十年来最严重水患 辽宁受灾最惨 精损85亿人民币 游特台风肆虐华南 精光铁路瘫痪 已经有乐陶航空的全日空布局廉价航空 结束跟Asia合作 独立经营香草廉价航空 为了防止人才流失 将契约空解纳入正式员工 大陆买家炒核桃 一出手就是千元起跳 一对百年核桃卖出36万人民币的天价 河北农民抢制改中核桃 驾监视器养傲犬 库位养傲前述 晚安 欢迎准时锁定TVBS Focus全球新闻 今天我们要首先 Focus的头条 依旧是中东地区 目前情况最混乱的埃及 埃及的动荡 是一波未平 一波右起 军政府这一次 逮捕到穆斯林兄弟会的精神领袖之后 反而激化了双方的冲突 在600多个人的一间行动当中 现在演发了血性的悲剧 而且本周 穆巴拉克也就是在埃及 曾经独裁掌权30年的强人 有可能获释 这使得埃及未来的前景 那么很多人担心 恐怕会更不乐观 在穆斯林兄弟会这个部分 他们说政府谋杀 他们超过了50个人 埃及的数字是36人 像这些数字都斗不拢 都使得双方的谋合更不可能 而立场对立更加的撕裂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这一次在囚犯 遗见的过程当中 埃及的警方一直指称 是因为囚车里有人试图逃亡 所以他们用维安两个字来说明 当时有36个人 在遗见的过程当中 似乎是遭到私刑 被警方给射杀 那么现在呢 这个人民革命 推翻了前总统穆巴拉克 因为纵容军人对民众施暴 那么已经穆巴拉克 他和儿子贪毒入狱 刚刚提到 本周也会有新的变化 他的儿子会继续在压 而他即将会战获自由 使得国际间对于本周 会更复杂难解的埃及情势 密切关注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 精神领袖巴迪 在儿子遭枪杀后 20号也被抓 警力戒备下 他贪坐沙发的影像 播送到全埃及 和一个多月前 被群众簇拥的样子 判若两人 上周三 埃及军方展开 清场行动以来 已经超过900人死亡 1000多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 遭到逮捕 其中300人至今还没获释 这个穿蓝衣的男子夏瑞夫 甚至被警方拳打脚踢 朋友再见到他时 他早已断气 遭居留五天的夏瑞夫 生前曾上网跟家人报平安 随后他和612名犯人同行 从开罗往北边城镇移间时 遭警方指控 试图从车里逃走 埃及军政府坚称 是为安不是谋杀 一天后 25名军政府士兵 混沌临近以色列 和加萨走廊的边境 这里自从穆斯被迫下台后 每天都有伊斯兰激进派 引爆冲突 士兵的棺木盖着国旗运回开罗 加萨边境全面封锁 社区安全选手队活动 也在政府勒令下全面停止 以免暴力分子利用 华尔街日报分析 这是零和游戏 不是政府军胜 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全拿 革命后百废待举的埃及 失业率已经从2011年的9% 飙到现在的13.2% 股市因为外资撤离 只剩500亿美元 几乎只有苹果公司市值的十分之一 专家说局外人帮不上忙 尤其金元埃及金额 排名前几名的国家 立场各异 很难以经济制裁成功 欧盟周三开会 制裁下不下的去不知道 沙烏地阿拉伯也已经说了 西方断源就马上介入 弥补缺口 但是穆巴拉克的阴影没有过去 最新消息 侵吞公款罪缠身的他 可获开示 两个儿子继续羁押 埃及军政府新任命的25名省长中 19名是将领 而6名文官中 也有两人是穆巴拉克的支持者 就势力绕了一圈 借着民主两字 正想办法借尸还魂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中东地区目前的动荡情势 好几个国家是和埃及一样 在同时间被讨论的 其中还包括叙利亚 联合国化学武器的检查小组 终于到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他们要调查 从今年3月中就不断传出 疑似有沙灵毒气 在那边攻击异己的事件 这次有20个专家参与了大调查 不过联合国这次的调查 那么到底是政府军或者叛军 用毒气对付自己同胞 并不是他们追究的重点 那由于不判断 沙灵毒气是谁用的 因此呢 后续的国际谴责 恐怕也就没有办法 根据联合国的调查 有明确的标的 那么也使得美国说 如果确认是政府军 使用沙灵毒气的话 美国是不排除出兵的可能 这一连串后续的惩罚 要展开也失去了一个根据 事实上呢 整个在叙利亚内部 有人用沙灵毒气的说法 从去年12月就不断的冒出来 去年底就有美国官员指出 叙利亚已经开始混合化学物质 制造致命的沙灵毒气 回敬这种说法 叙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就算有化学武器可用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都不会用来对付自己的人民 结果到了2013年6月 叙利亚这场内战 累计已经造成 9万3千多人丧生 6月的时候 白宫表明了认定 叙利亚政府曾经动用化武 对抗反抗军 估计有100到150人 在毒气下丧命 呼吸困难 瞳孔缩小 口吐白沫 这些都是吸入沙灵毒气的症状 这段影片是叙利亚内战 动用到化武的一项证据 他的曝光举世哗然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3月21号就说 要派人去查真假 时间冲冲快过了半年 联合国调查小组终于动身 入境外交封锁 与被封锁的叙利亚 后五个月的努力 我愿意报道 联合国说很满意叙利亚政府的许可 但是这一行总共20名专家浩浩荡荡 却不是要来调查到底是政府军还是反抗军使用化武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却只是要来确定这场内战是否果真动用化学武器 毕竟叙利亚政府在经过五个多月之后才允许调查人员来查 就算专家到得了现场 实物证据可能早就烟消云散 只能仰赖医疗记录以及访问受访者 但是这些记录都极有可能遭到人为的篡改以及操纵 公信力就是会打折扣 最后我们可能还是只会知道原本就知道的事实 西里亚从1980年代开始在前苏联的协助下发生 研究中心就在首都大马士阁 境内至少有两座化武军火库 四座化武工厂 其中两座工厂 一座在霍姆斯 一座则在阿勒坡 都是反抗军的重镇 反抗军和政府军互相指责对方使用化学武器 而即使联合国调查小组证实确实有用 也无法终结西里亚人的苦难 西里亚与伊拉克边境横跃底格里斯河的这座桥 被挤得水泄不通 全都是西里亚的库德族人 多数时间关闭的边境终于开放了 他们急着越境前往伊拉克的库德族自治区避难 而且控诉盖达的分支努斯拉阵线 奉任成员屠杀库德族人 从15号开放边境团的 此天超过两万名的西里亚人越境逃亡 所以不是想过就过得了 而大量从西里亚涌入伊拉克的纯难民之外 还有外籍的武装分子以及武器 两国盖达分支结合造乱连番的炸弹攻击 已经炸出伊拉克最血腥的斋戒约 而这颇大规模的难民潮爆发之后 又让伊拉克收容的难民数 一下子激增到了17万5千人 更加重了伊拉克的经济以及社会负担 一场内战也随着难民蔓延到邻国 扩散成区域的动荡不安 TVB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看的是现在全台湾在谨慎戒备 谈美台风来袭 不止台湾拉警报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很怕雪上加霜 中国大陆受到暴雨是南北夹击 在最近两周我们一直为您报道 东北三省的大雨 现在广东广西都发生严重的洪荒 目前带走了105条人命 更超过百多人失踪 受灾人数在全中国大陆超过了1200万人 目前洪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换算台币已经超过1000亿 而东北三个省里面最惨的是辽宁 瞬间大水淹过了8公尺的桥 连铁轨都被冲到扭曲变形 至于在南方的广东广西 是承受上一个尤特台风的余威摧残 很多地方现在豪雨沉灾到处汪洋一片 还有没有人 用尽全力喊希望还能得到哪户人家 一丝回应 水淹三公尺 广东美洲已经成为水上孤岛 有特台风余威不留情 夺走广东20条人命 没有电吗 没有啊 水也没有 老夫人带着孙子靠干粮撑了好几天 黄黄浊水已经淹到大腿 居民自制抽水设备还在家门口煮小坝 终究眼睁睁看着大洪水冲进家里面 板板我就抽嘛 进来就抽进来就抽抽出去啊 抽出去然后到了晚上12点就全部水就涌进来了 洪水霸占了原本的家 高大的祠堂只剩屋顶在水面上 苟延残喘 失去通讯的范围实在太大 不得不逐户点名 有人受困家中也有7000多名乘客 曾困在火车上 进退失去 这个地方呢是最早出现中断的地方 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 在16号的晚上8点多钟 临时流从我左后方的这个地方倾泻而下 雨财亭工作人员就抢着修复 贯穿大陆南北大豆卖金光铁路 因为暴雨几度停驶 一停十多个小时 力量从广东到湖南的列车 更经历了生死交官的一瞬间 击中行驶中的K624次列车 泥土石渣击碎车窗玻璃涌进卧铺车厢 两名成年男子瞬间被埋 两个在床边吃东西的旅客 被活埋在泥石流当中 出动几十名壮丁徒手挖掘 才终于获救 大陆暴雨南北夹击 广东广西以及东北三省 已经有105人死亡 115人失踪 暴雨袭击的一个深夜 省级铁路上的一个火车司机 跟他的货物也被困在铁轨上 一天一夜 我在站外 我一看下大雨 我告诉他 我说必须让我进站 停车避雨 但是停了不大一会儿 水灌鲜路 全都满了 火车司机待在车厢里 心惊胆跳 用手机记录了 混合组合道 瞬间暴涨6公尺 从这个到这个 到这个顶上全人 当时是您是在车头上 对 这顶上是150人 火车站的屋顶 救了百多条人命 大雨过后才知道 威力惊人 铁轨下的道路 凹成V字形 轨道弯弯曲曲 简直就像云霄飞车 这十几个小时过后 整个的水面 已经被抬高到了近8米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8米高的水高 已经是完全的 没过了整个的桥面 媒体记者走在垮榻的围墙上 房子地基被连根拔起 一颗颗大树 冲进民宅窗户里 辽宁成了重灾区 至少54人被洪水带走 飞机已经飞到了 这一次灾情最为严重的 南口前镇的地区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我们飞机下方的 这座跨河的桥梁 已经是被洪水冲断 现在我知道的 我们那狗 那不大二里地 就六个人被冲走了 连绑着 但人都没有了 回忆起来 声音在发抖 另一头还抢着救人呢 但洪水太急 出动橡皮艇 船翻了 出动挖土机 又抛锚动不了 1200多万灾民 金损超过台币 1000亿 目前东北月贵 降与同步趋缓 但是随着谭美 台风袭来 又是一场大风吹 换福建浙江 接力拉紧报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大陆另外一个 让各界好奇的事情 就是连两个交易日 光大证券演出 撼动A股的乌龙事件 最近这一次 发生在星期一的 乌龙闹剧 原因清楚明白 光大的交易员 按错了电脑键 把买进点成了卖出 低价键卖 中国大陆 十年齐国债 接连的错误 引发了整个市场 对于券商内控机制的担忧 也让光大证券的股票 今天复牌就跌停 大陆的证券 类股也受到牵连 中国大陆的官媒 CCTV 在今天报道的时候呢 甚至用低级错误几个字 来形容 舆论上普遍 对于光大证券的连乌龙 不能接受的感觉 光大证券 因为套利城市交易 引发A股市场大震荡 后续影响 还在余波荡漾 星期一又闹出了一个乌龙纸事件 就是交易员按错了电脑键盘 当时光大证 卖出了一笔面额千万的 十年齐国债 但是卖的价格 竟然比买方报价还要低 当时市场就推测 光大证又再一次搞乌龙了 大概比市场价格 要跌了25个左右的几点 原来他想是以4.02的价格买入一千万 结果他输错了 是输成了4.20的价格卖出 把方向也输翻了 这样的报价让交易对手减到了便宜 还好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不大 光大会有损失 但并不严重 光大如果仅仅是这一千万的那笔交易来说 他的损失其实是非常的小的 因为我们知道 就算他多报了25个BP 那么一千万来折算下来 那么他这笔交易 大概也就是损失了两万五千块钱 最后交易对手同意取消这笔交易 所以这点小损失就解决了 其实像这种因为交易员手指头 敲错键盘的乌龙纸事件 各国都曾经发生过 2005年6月27号 台北股市突然在三分钟内 有200档股票直奔涨停 事后经过调查 是富邦证券一名营业员 要帮外资买进八千万股票 结果多按了两个零 变成买进八十亿 让股市全面的大涨 富邦证券后来花了大半年 才消化多买进的股票 至于敲错键盘的营业员 就硬生生的被开除了 这一次光大证券原先只是软体程式的问题 现在又出现人为的错障 让外界非常的不谅解 上星期五 光大乌龙买进 七十八亿人民币股票之后 第一时间对外否认 之后马上再期货放空 现在已经有投资人要提起告诉了 光大证券接连的出问题 连官方媒体都用低级错误来形容 如果光大再不改善 投资人索赔的诉讼 恐怕也会接连而来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国际航空市场上的重大新闻 日本第一空大初级又要再推廉价航空 这次不但是独资 而且瞄准的全部是国际之间的度假胜地 全日空在2010年先是以合资的方式 成立一个乐陶廉价航空 那是以大阪关系作为基地 主打日本和国内的短途航线 隔年2011年 他跟马来西亚的Air Asia合资 在日本成立一个联航 叫做Air Asia Japan 合资到今天破局了 全日空今天宣布 他们会百分之百重新拥有Air Asia Japan 然后要把这公司改名 叫做Vanilla Air香草航空 新的香草航空还是廉价航空 以东京成田机场为基地 年底起航 当然全日空这一波的大动作布局 还不止这些 为了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航空市场当中 杀出重围 全日空宣布 明年要废除对于空服人员的约聘制度 所有全日空新的空服人员 都会以正式员工长期聘用 亮丽端庄的空服员是不少女性向往的职业 梦想飞上青天的社会新鲜人 在专门的空服员补习班 学习机内广播与面试技巧 目前国际各大航空为了节省人事费用 空服员以约聘为主流 日本的全日空却做出重大决策 为了留住人才 并应付明年春天 雨天国际航线增加的需求 全日空舍弃约聘制度的宣誓 替日本航空舰投下震撼弹 受到日本泡沫经济冲击 日航与全日空从1995年开始 引进约聘制度 以节省人事成本抢救业绩 在当年还引发不小争议 契约空姐这个名词 甚至因此获选 1994年日本十大流行语 但乘客安全仰赖训练有素的空服员 以全日空国内线为例 一名空服员有时得负责 多达50名乘客 在紧急状况下 能否冷静引导逃生 经验判断相当重要 上个月韩养航就金山空难 空检奋勇被乘客逃生的镜头 就是最佳佐证 这也让航空公司 检讨起人才培训的重要性 目前全日空6000名空服员当中 有1600人是约聘 聘满三年之后 可以选择是否要转为正式员工 而这当中约有一成空姐 会选择结婚离职 明年正式员工 雇用制度全面恢复之后 尽管退休金等福利将大幅增加 人事成本 但待遇变好 离职减少 也能节省新进人员训练费用 而全日空提高待遇流人 另一项主因 则是为了布局 廉价航空市场 亚洲最大的廉价航空集团 Air Asia 为了打进日本市场 与全日空合资 成立Air Asia Japan 去年8月才首航 开设台北东京热门航段 更是一大卖点 没想到合作才一年 就因为载客率低迷而破局 10月26号完成最后一次航班后 11月将以香草航空的新名字出发 改全日空独资 预计12月下旬起航 以成田机场为据点 主飞国际度假胜地 其实全日空旗下 已经有一个廉价品牌 乐陶航空专飞大版 去年10月份才增加了台湾航线 在飞日本 只飞东京的各连价航线当中 明确做出市场区隔 而全日空现在选择在关东 再创一个新品牌 打多角化战略 就盼能在竞争激烈的连航市场中 杀出重围 GPB新闻综合报道 国邀说交通运输 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脉 守回印度 印度要到2000里公里外的目的地 坐火车 只要美金6块钱的票价 在这样一个仰赖大量火车运输的国家里面 印度火车出现了严重的追撞事故 百公里的时速撞死了朝圣的信众很多人 待会为您仔细解析 印度整个铁路公司出现的严重问题 欢迎回来 Focus贾博士 过世之后 很多人说高科技业界 让人最想模仿的CEO 是谁呢 富比士杂志 用这样的一个开头 来形容现在Amazon的创办人 贝佐斯 算是一种称赞吧 最近大家不断听到贝佐斯的名字 贝佐斯以个人的身份 花了个人总资产260亿的1%不到的金额 2.5亿美金 买下了生育卓著的华盛顿邮报 让贝佐斯现在呢 受到更多人好奇 他除了Amazon创办人的身份之外 在科技创头界 眼光也很准 很多他看准的新创公司 像是社群平台Twitter 3D的打印先驱Marker Bart 都因为他的投资点湿成金 露出夸张又爽朗的招牌笑声 他就是华盛顿邮报的新老板 Jeff Bezos 有着永不忽竭的正面能量 是大家对于Jeff Bezos的印象 但当初他创办亚马逊 做起网路卖出生意 媒体根本不看好 甚至常拿来铁鱼 1964年出生的Jeff Bezos 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 1995年创办Amazon 从网路书店成长到零售巨拨 多角化经营亚马逊品牌之外 他还以个人身份成立 Bezos Expectations 贝佐探险私人创头 他的投资兴趣极为广泛 有赞助阿波罗11号打捞 工艺事业 有教育基金 也有不少科技创头 社群平台Twitter 高档轿车服务Uber 共享租屋Airbnb 甚至是带起3D练营风潮的MakerBot 这些颇具前景的新创服务 起步都得到Bezos 动辄千万或上亿美金的支持 如今哥哥身价飞涨 证明Bezos投资眼光不具 而他最近个人投资重心 全转向媒体版图 Geoff Bezos 他是一货消费 但任何东西 但任何东西 今年4月 先以500万美金 买下财经新闻网站 Business Insider 8月初又以2.5亿美金 收购老牌新闻媒体 华盛顿邮报 其日被报道看衰的Bezos 接连收购 逐渐视为的媒体 这投资背后 究竟打什么算盘 令人好奇 媒体能否变成康庄大盗 外人看不出来 但可能Bezos心里有数 就像他的名言 It's all about long term 一切都与长期有关 Bezos以个人身份买下媒体 但外界还是将这动作和Kindle Fire做了连结 究竟是个人投资 还是要让老媒体数位重生 各界都拭目以待 T&B群 时宽山宅宣 综合报道 接下来注意一下 关于私人飞机在中国大陆的飞速成长 中国大陆经济成长又有这项新的指标 但是这是极富阶层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实况 大陆的私人商务飞机 是全世界成长最快速的市场 这10年来成长了103% 去年又比前年成长了40% 所以现在私人商务飞机的制造商 积极开拓中国的富豪市场 连股神巴菲特都想进去分一杯羹 在全世界前500大企业里 有341家公司有自己的飞机或是机队 现在大陆的企业也开始建构自己的机队 在大陆他们讲公务机 就是私人商业目的的飞机 从2002年到2012年 这个市场已经成长了103% 速度非常的快 在中国注册的公务机的数量 去年比前年增加了40% 非常快的 应该是到现在的话 中国注册的公务机的数量 应该是在190下左右了 每年的增长这个速度 是40%到50%这个速度 大陆的国内民航 飞机污点延迟是正常的现象 没办法达到商业人士的效率要求 有些地点也不是都能够直飞 还必须透过转机才能到达 造成企业高层管理人士很大的困扰 一个成熟的商务人士选择公务行的主要目的 其实是提高他的一个工作的效率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他想去的地方 商务人士如果想要在飞机上召开会议 也不怕有其他乘客听到商业机密 而且公务飞机设计更加人性化 完全是为高阶人士的需求所打造 各式飞机一字排开场面壮观 现在光是大陆市场 每年平均可以销售187架私人飞机 连股神巴菲特旗下经营的商务喷射机公司 都准备和联想集团在大陆合资 介入这块庞大的市场 一般说来运输机改装的超大型私人飞机 要价约台币25亿 大型的要20亿 中型的在11元上下 小型的要3到5亿台币 比较让人担心的是 大陆针对公务机的配套设施还不足够 公务机场起降价次正高速成长 未来恐怕不复使用 这个市场这几年发展是很快的 你像上海的话 09年的时候 两场的企业价次也是1000价次左右 但是到12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4000价次 今年单单6月份 公务机场的起降价次在虹桥就已经突破1000了 所以未来在普通机场还会新建一个公务机基地 预估建成以后 两大公务机场每年的航班量可以达到15000价次 才能够应付这种高速成长的需求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印度的铁路 印度铁路失速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大悲剧 百公里的失速竟然撞上一群朝圣的人潮 37条生命瞬间归息 火车交通是印度这个大国每天运行的大动脉 60万人这么多为全印度搭乘铁路的民众服务 在印度搭飞机到2000公里以外的目的地 如果你坐飞机至少要200美元 但是坐火车只要美金6块钱 票价这么低 印度铁路公司去年的亏损 一年就高达45亿美元 这次的铁路惨剧让印度很多人都觉得 该把这个铁路公司的整个问题 好好的追根究底全部翻出来 印度东部的达玛拉加镇 一列火车以100公里的时速冲向铁道上的朝圣人群 现场满目疮痍 死伤惨重 肇事的火车在滑行数百公尺后停下 愤怒的民众将司机拖下车殴打 还放火烧车厢 宣泄怒气 意外发生当时 由于这辆火车不靠站 因此进站时没有减速 车站人员事先确实有清空铁道 但许多民众还是执意跨越 以为火车看到他们就会停下来 没想到酿成37死的惨剧 印度的铁路可以用纯手工来形容 老旧的系统一切都是手动控制 预警系统也差强人意 是火车意外频传的主因 印度火车每天搭载2500万人 跨越6万5000公里的路途 本该是个稳赚不赔的生意 但铁路公司却年年亏损 2012年就亏了45亿美金 还得靠政府补助才撑得下去 6块美金相当于180块台币 就能达2000公里的路程 每公里的运费大概只要0.1块台币 当然不符成本 印度政府准备整顿 将投入2500亿美金进行铁路现代化 国营事业猛亏钱 政府赤字庞大 印度经济悲观指数也达到新高 上个礼拜的黑色星期五 卢比重贬到63.03兑1美元 周一继续下滩到63.5兑换1美元 今年以来已经重贬了13% 荣登新兴市场表现最差的货币 股市连带受牵连 周五重挫 跌幅达到4% 为两年来的新低 印度财长赶紧出面 信心喊话 美国QE准备缩手 国外热钱纷纷撤离新兴市场 导致印度股汇市狂蟹 印度政府近日祭出救市计划 推出系列抑制资本外流的措施 不但没有起作用 还引发了恐慌 民众不能指望股汇市 只好转向黄金币线 也因此推升了印度国内的金价 来到二月以来的新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常问您报道 中国大陆有很多投资标的 突然标起来没什么道理 但是您要千万小心 今天讲的是核桃 老北京人有一个顺口六说 贝勒手里三样宝 板子核桃 龙中鸟 有对三菱形状的核桃 曾经以36万人民币 相当于新台币176万的天价 卖出来连海只是绿皮 在枝上刚摘下来的麻核桃 也曾经以相当36万台币的金额成交 有一个在十年前 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的重点贫困区 靠着大家死命的种核桃 现在对外宣称 他们的人均收入飙升到2万元以上 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很多细节 陈氏柜摆的不是珠宝翡翠 而是同等保持的核桃 上门的客人只要出手 动辄上万 我们当地这个物质基础 那么很多人 他会相应的做一些文化的提升 核桃的等级 象征文化地位的高度 老北京人顺口六说 贝勒手中三样宝 板指核桃龙中鸟 想要有贝勒爷的贵气 就要有核桃来秤坡 于是外形越特殊 越能开出天价 2010年 一对三菱行众的核桃 这位老板卖36万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176万 核桃市场逐年看涨 河北有村民四人合资 以一对21万买进 转手以33万卖出 运气好 尝到甜头 回家把果树全砍了 改种核桃 每颗核桃特制铁衣 限制它一定要长得奇形怪状 核桃树可是摇钱树 树长多高 铁丝网就价夺高以防窃贼 一个园区20只监视器 入夜派人留守 白天交给两只西藏熬犬看门 见人靠近就坐视攻击 核桃农家位处深山偏远区 只有路口摆上核桃基地的牌子 尘土飞扬的洋长小径 就会停满高档进口车 外地人也能熟门熟路摸进来 145个乘以500 7255把零条给抹了 不能抹 这个加钱都不能再抹了 树上摔下来的核桃拿起来凉 超过5厘米才称得上优良品种 才卖得到一颗1000块人民币的好价钱 不过这还没到稳赚不赔 当地称这个阶段叫堵青皮 也不知道是生还是熟 对对对里边你不知道什么样的 这就叫堵青皮 所以说要是趋利品的配好度 那价格都够了 麻河桃能忍受气温最冷零下25度 最热高温38度 青年大陆北方大雨南方干旱 极端气候反而让麻河桃大丰收 河北来水线2001年时 还是个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的重点贫困区 2003年开始 420亩耕地外加500亩荒山 全部改种麻河桃 2011年人均收入飙升到2万以上 彻底把荒地变黄金 把穷人变有钱 一到收购几家 那车都进不了手 都得停在马路上 大概3万5万10万8万的 都是带钱经过的 当中给就给6万 最后是给楼7万5 7万5人民币等于36万台币 成交一对形状怪异的赌青皮 以前1万块可以买一布袋 现在一布袋现金 可买不到几对核桃 麻河桃就像摇钱树 摇出他们的致富神话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合同 Focus气象 大家最关心的是 气象专业主播任立于任先生 今天大家起床就感觉是真的了 那个雨啊 就是像台风雨一样是扫的 所以是不是了解一下 从今天晚上 一直到明天后天 台风它目前行进路径 以及它可能出现的变化 是的 一点都没有错 你看今天的雨量 北湖的地区下这么多的雨 那么其中呢 有的地方已经超过200毫米了 这个呢 当然就跟它的整个云层 外围云层 这个呢 其实这就是台风的外围云层了 台风本身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像这样子的台风啊 所谓这种这样 就是说在大低压里面的一个台风 像这种情况 我们要考虑到 它第一个外围云层给我们带来影响 第二个它台风本身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个呢 这个台风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 可以考虑三个部分了 台风越来越捷径 路上警报 今天晚上8点30分的时候准备发布了 它对我们的影响呢 在礼拜三的晚上 礼拜四上午这段时间是最强的 然后呢 它就离开 离开的时候呢 但是就西南气流了 所以说礼拜四上午以后 那么一直到礼拜五 就要西南气流的影响了 所以说呢 这次三个情况考虑下来 就还是一样 要注意到暴雨强风 还有海水道观 台风路线图可以看到 这个呢 是它明天傍晚的时候 它暴风圈会影响到北部的地区了 那么在中午过后就开始影响 但是你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呢 南台湾地方会在暴风圈的外面 所以呢 南台湾不见得会有 这个路上的台风警报了 但是要注意到 我们刚刚也讲了 当台风往这边走之后 它西南气流会进来的 所以这一定要注意到 台风给我们带来的 比较大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从北边通过的时候 也就是说明天晚上 一直到后天上午 给我们北台湾的地区 到中部的地区 带来强风 那么暴雨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要注意到了 当然过去以后呢 西南气流带来的影响了 那么这个就是礼拜四 那么进入大陆 离开我们 但是呢 西南气流 那么吹进来 会带来比较大的降雨 南部中部这一带地方了 然后呢 到礼拜五了 礼拜五它已经变成热地压 更进去 但是西南气流持续地吹 所以呢 在礼拜五以前 都要注意到台风的影响的 礼拜六 开始恢复到夏天型的 这种天气了 看看明天各地方的天气预报 台风要来了 雨呢 当然是越下越多 越下越猛 到晚上就比较多了 白天温度 二十九度的高温 中部也是一样 明天雨呢 也会不小的 尤其在山区的地方 南台湾 明天倒还好 但是呢 要到后天开始 雨呢 又会多了 甚至于到大后天 东台湾呢 宜兰要注意到 花东 是我们的相对来讲 这次影响是最少的 这种地区了 所以呢 最后我们当然要 特别要提醒大家 台风要来了 海路上警报呢 今天晚上就会开始发布 暴风圈呢 明天下午 大约三点左右 开始会到达我们的陆地方 然后影响呢 是越来越大 晚上一直到 礼拜四上午呢 对于北台湾 还有中部是最强的 但是要注意到 那礼拜五以前 还有西南气流了 一定要注意到 这个台风 给我们带来的暴雨 强风 还有海水倒灌 是今天的气象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TVBS Focus全球新闻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